Hello大家好,我是阿里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日本独立游戏 Kuroiko 写作黑子意为黑色的孩子 与另一位故人没有一点点关系 游戏的背景是 我曾是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员 因为无法忍受上次的PUA愤然辞职 但研究之魂仍在熊熊燃烧 于是我出门见到了一个稀有生物 对,就是这个 全身黑色长相奇特的幼年体生物 它不会讲话,目光呆滞 所以这眼睛下面的白色 应该不是眼泪啥的 我的目标就是通过给它不同的东西 观察它的不同状态 比如这第一天,我选择给它喝水 小黑子就这么喝了起来 十分的普通,没有什么异常 虽然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周围 但似乎是一个不错的研究对象 就这样过了几天 小黑子似乎很是痛苦 看来这几天光喝水了,饿得不行 不过我还是选择只给它喝水 毕竟我是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 同情心是不存在的 小黑子完全无视 身体微微颤抖 前方高能 小黑子突然抱起 把我的右手给撕了下来 我的女朋友直接就少了一个 之后慢慢地啃食着我的身体 我这一生最后听到的动静 就是它啪唧嘴的声音了 我们获得了结局一 光靠水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选择给它吃面包 它会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吃完 这一波就不会死了 它还长大了一点 胸口出现了眼睛一样的东西 果然,它并不是人类 之后,我给了它一本语言书籍 它也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认真地看了起来 几分钟之后 哥哥 虽然叫得挺轻热的 但这个造型突然怼脸 实在是有些害怕 不过,他的学习能力还真是令我震惊 你真厉害 这么快就学会讲话了 嘿嘿嘿 小黑子笑了 笑得跟哭一样 介于他还没吃东西 于是他今天的晚饭 就决定是疼了 小黑子直接舔了起来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十分的喜欢 几天之后 他的外形变化很大 但他还是只想吃甜食 别的东西一概不吃 营养非常的不均衡 那我就只能试着给他吃点冰淇淋了 果然他很是喜欢 一下子就吃完了 但是给他肉和蔬菜 他依然是完全不吃 没过几天 他果然就不行了 经过我的调查 这个小黑子其实是以人类为时的模组 有肉吃的话就会快速成长 并且把视野里面所有的人类全部吃掉 所以为了救他 我决定献上我自己 毕竟对我来说 人生并不美好 这样结束的话 其实也挺不错的 小黑子似乎是听到了我的请求 一口咬住了我的手腕 开始了大餐 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 对不起 小黑子变得有点帅呀 脸上有那么一块白色 他手中的这颗眼球估计就是我了 他可能为我流下了一滴眼泪 我们获得了结局二 牺牲 回到这里 这次不选冰淇淋了 而是选择小甜点 小黑子依然吃得很是高兴 并且还想要更多 几秒钟就搞定了一包饼干 食欲异常的旺盛 后面也不再局限于甜食 只要是零食就可以 还挺好养活 但唯一的问题是 他根本停不下来 过了几天 他依然是吃得飞起 整个人变得十分亢奋 你看看这扭曲的小表情 我的钱包也是糟了秧 并且还不让我碰他的零食 我估计再过几天 我就要被饿死了 求你了 不要再要求零食了呀 我们获得了结局三 执着的恐怖之处 那么既然吃甜食不行 我们就给他吃肉好了 我给了他一片牛肉干 他直接就吃了起来 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就这样 他吃了一块又一块 食欲又被激发了出来 几天之后 小黑子茁壮成长 并且能跟我正常对话 昨天那个很好吃 我还想吃 你还有吗 吃完了吗 那其他的肉也行啊 经过他的自我介绍 我知道了他是吃人的魔族 通过普通的肉 他获得了高速成长 现在本能已经被唤醒 他要追寻人肉了 所以你现在要吃了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没有你的话 我早就死了 所以我不会吃你 我会吃除你以外的其他人 所以你能帮我把人肉拿来吗 我的能力还没有恢复 所以我会给你力量 你来帮我猎杀 满足我的欲望 我要是不服从 估计也会被他干掉 所以我从了 我是哪里人多往哪去 有了魔族的力量 我直接在人群中三国无双 而且很奇怪的 我没有一丝丝罪恶感 反而十分的享受 我完全成为了杀人魔 与他的羁绊越来越深 小黑子进化的也十分顺利 俨然是有了魔王之姿 我也成为了他的信徒 就算他马上要吃了我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献上我自己 小黑子双视一阵 带着我离开了这里 因为这里的人类 全都被我干掉了 而我们俩的目标是全世界 我们获得了结局四 疯狂地开始 回到这里 这次选择不服从他 啊 是吗 果然人类还是无法利用啊 那么 你没用了 再见 我完成了转瞬即逝的操作 就这么一个瞬间 我的心脏已经脱离了身体 我最后听到的是贪婪的啃食声 我们获得了结局五 无用之人 回到读书这里 这次不选择读书了 而是给他绘画工具 他呢 就开始了画画 可塑性非常高 过了几分钟 他画完了 看上去是一条鱼 肚子被画成了红色 还有一根箭头 估计他是饿了 想吃东西 我们就先给他吃鱼 他吃得很是高兴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感动的哭了出来呢 过了几天 小黑子进化了 并且因为吃了鱼的原因 他爱上了自然的食物 就比如今天 他画了草莓 以及一些绿色的东西 选择又出现了 先选择给他吃水果 他抄起了一只巨大的苹果 就啃了起来 而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在几天之后 让他变成了这样 虽然他很是听话 但是食欲异常的旺盛 他身上的这几个洞 感觉可都是嘴巴呀 他的主食是人类 水果就很容易消化 难怪他一直觉得饿呢 早知道就应该给他吃蔬菜的 钱包就不会遭罪了 我们获得了结局六 耍小聪明 所以在这里 我立马选择给他吃蔬菜 他也是立刻吃了起来 非常的喜欢 几天之后 小黑子变成了这样 很有成为美杜莎的潜质 他非常的乖巧听话 还十分的省钱 但我知道 一旦给他吃了肉 五命休矣 所以肉一定要好好藏起来 我们获得了结局七 这孩子的真面目 最后我们回到画画这里 选择不给他吃鱼 而是给他肉 小黑子抓着生肉就啃了起来 也性质拉满 还想要 那个 给我吃 奇怪 我并没有教他语言 为什么他直接开口说话了呢 而且我也没有肉了呀 超市距离这里有四十分钟呢 抱歉 肉吃完了 下次我给你买 今天就忍忍好吗 我不 小黑子上来就把我的手指给咬了 吃了下去 我为了止血赶紧开溜 几天之后 小黑子进化成了这样 一看就非常具有战斗力 他看着我 差点就要流口水了 哥哥 手指吃完了 所以 我想吃别的地方 把哥哥全部吃掉 想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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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逃跑 但动不了 小黑子则是慢慢的靠近 他举起了像两把刀一样的双手 冲了过来 没错 我打出了忌忌 我最后听到的一句话是 哥哥 好好吃 我会 好好享用的 我们获得了结局八 哥哥真好吃 以上 就是这款游戏的全部结局了 虽然故事很简单 画面也很简陋 但作者的这几张CG 画风是真的好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